來 金牛座有可能不要臉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說 貪生怕死 為了自保 如果說遇到了一個關係 到生死的一個狀況 其他的星座朋友 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是要為國家利益 所以我們要拋頭如灑 就是被刑囚 會把人家講出來的 應該就是金牛 金牛座 但是呢 剛剛問他說 那個人是誰 他就快講 對啊 那金牛座 就可能就是說 那我貪生怕死 那我就把一些實情供出來了 那因為他是要為了自保 那其他人就會供給他 就人家會說 不說不說 供出你的同伙 拿抽紅的鐵燙啊 或者什麼的 或者夾手指啊 人家說不說 不說 不說 沒有金牛座的只要 哼 他也說不通 我連我爸爸 沒錯 沒錯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人 艾菲老師 你很敢下這種題目耶 這不是 怎麼拿 你先做的人最不要臉 這個你也敢下 傷保 我很生氣耶 對 這個單位 也不要每次挖洞 給艾菲老師跳好不好 問題是你挖十次 他也跳十次 對啊 我還是認真的把這個題目 寫完了 可能要得罪三個星座 全國的朋友 你確定嗎 我確定 我確定 但是我已經很小心的 把在座的朋友都避開了 那如果沒有避開了 你是準還不準啊 沒有避開的 那我就要跟你說聲抱歉 來 第三名上榜 我看你怎麼避 金牛座 最不要臉的 怎麼可能 我自己先跳進來 我上身金牛 所以我就先醜一 來 金牛座 有可能不要臉的原因 是因為 就是說貪生怕死 為了治保 如果說遇到了一個關係 到生死的一個狀況 其他的星座朋友 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是要為國家利益 所以我們要拋頭如灑 就是被刑求 會把人家講出來的 應該就是金牛 金牛座 但是呢 剛剛問他說 那個人是誰 他就快講啦 那金牛座可能就說 那我貪生怕死 那我就把一些實情供出來了 那因為他是要為了治保 那其他人就會供給他 就人家會說 我不說 不說 供出你的童話 拿抽紅的鐵燙 或者什麼的 或者夾手指 也要說不說 不說 不說 金牛座的只要 金牛座 你怎麼搞的 沒錯 沒錯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金牛座 這他說的 要說的 好 來看一下 第二名有這個星座 大家一定有點緊張 來看一下 巨蟹座呢 不要臉的現象 那巨蟹座是在哪一個部分 是在情感部分 他比較會有 拋棄 棄子 不顧家庭的問題 那麼大家都會覺得說 金牛座 巨蟹座不是很顧家嗎 但其實你深究有一些 花心浪子 他們的星座就是巨蟹座 那麼如果說遇到了一些小三 或是其他的一些感情當中的 一些婚外情 他們就會做到拋棄棄子的動作 或者是把家庭都把它放灑 所以整體來講 就會讓人家批評他說 你有一點不要臉 第一名的星座 是這一個星座 雙魚座 但是雙魚座是在哪一個部分 沒有 這邊有水星 抱歉了 沒有避到 但是雙魚座是哪一個部分 我們要注意一下 可能是為了利益 一片再片 這個部分我們是講是說 有一些詐騙集團的人 或者是網路詐騙的人 他們可能是為了一些利益 那跟你講說我是警察 或者是我是這個 幫你確保你的資金的人 那麼其實他們真正的本意 是要騙你的錢財 所以有些星座朋友 如果上榜的話 請你特別小心 小心你要把自己做好 不要被人家嫌棄了 以上再給他做參考 來我們先問一下思佳 思佳說你曾經被圈內的 女藝人杯葛 甚至公開揚言說 有王思佳 我就不同臺 就不要發我通告 是不是 那他還有通告上嗎 沒有 沒有 因為當時 別人跟我講的時候 我也覺得蠻好笑的 然後我就說 我說是喔 然後他就說 對啊 因為他跟人家講說 如果有你他就不要去 然後我就想說 跟錢過不去好像也蠻傻的 那就隨便他這樣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講了 講了這件事情 然後突然就有一天 因為我也不會問說 明天有誰 因為就想說 遇到的可能都差不多一樣的 所以我不會特別問說 誰跟我同場什麼的 他們也不會 就是寄給我的 我也不會特別看 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天 我就在那邊 別麥克風 別一口一口 他坐在旁邊 然後我想說 他不是說他不要 就是 跟妳同場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就好奇 然後我就說 他不是說不要一起 是不是忘了 他說 然後 別人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不想跟錢過不去 我說 那還不是一樣 講到最後 那在旁邊嗎 沒有 我沒有在他面前問 我是事後問 因為我當他講說 嚇一跳就想說 不是說不要嗎這樣 怎麼又若無其事坐旁邊 我一定很好奇 那妳有沒有很好奇 是看妳好 我沒有這樣 我很想 但我沒有 好不好 我很想 也沒必要 對啊 沒必要 因為我的根性就是 一定會裝作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就是一起 和樂的上通告 如果下通告 我就有問 然後我就說 他不是自己說 不要怎麼 今天又坐那邊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就不可能要跟錢過不去 可能前面講企劃 講講 後來發現 這樣也不是辦法 誰 我沒有 你還要廣播 現在不開心的 都希望能夠過去 對 希望我們躺著就能贏 來 我們來 林珠占卜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 能夠躺著就贏 好 我們憑第一直覺 第一組是三顆對四顆 第二組是兩顆對三顆 第三組是一顆對四顆 第四組是三顆對兩顆 第五組是四顆對三顆 我們憑第一直覺 施迦 一 一 來 好 二 二 五 來 黃色 三 三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五 四 那我改四好不好 老師 你覺得呢 最好不要 他要先開四了 你看 妳有兩斤嗎 他暗示你 好 改四 四給你 來 我們先來看杜林 杜林哥的四 來 其實是很好 我們今天講的是 在哪一方面能夠躺贏 這很適合就是 副業 好可憐 你看杜林現在就是在經營副業 可是妳看杜林 臉書粉絲團 你臨時改的不會準 要加上那個楓林 你跟我講話客氣一點 我粉絲有七萬多 你再加這個楓林 你就贏了 笑什麼 太少是不是 我要再加 妳多少 很好 妳多少 妳臉書粉絲團多少 六十四萬 好熱 好熱 下次連播 下次連播就好了 那我拜託妳 不要 妳躺著贏 妳現在四播那個躺在家裡的 好 好 我們恭喜妳 這個是在副業上面 可以躺著贏 現在很多人都跳出來 做直播 做什麼的 這代表說 妳現在做的這個方向是對 因為現在都是 現在人需要斜槓人生 就是本業 七萬到六十幾萬 還好久 不會 她叫妳躺著直播 躺著 躺著怎麼播 妳自己叫做躺著 躺著 妳就這樣子 妳就播 然後吃也是這樣直播 如果是看 有時候她怎麼 大家一直來看 好 我們來看這個 一號 一號 這施加 在哪一方面可以躺著 這個叫通路方面 這也非常好 謝謝 王思佳開運了 開心 妳會有一些新的通路 很多那種通路來找妳的 也會有一些新的方向 這個是非常非常地掛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開村 都是屬於非常非常好的掛 這個恭喜妳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舞 在亞蘭姐跟周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 在哪一方面可以躺著營 這個在 在 音源方面 音源 我們演藝圈的話 就是屬於很多很多的觀眾員 我們演藝圈需要很多很多的桃花 觀眾員這些的 所以這個 剛才妳要跟妳講一下 亞蘭的音源 我還會躺著 這亞蘭推薦的 周才中獎的 真的 如果妳的職業是需要觀眾員的話 這代表妳在這方面 音源很好 那如果妳是單身的人 就要恭喜妳 很有機會脫單 我們要恭喜妳 這是躺著贏的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主播的好了 我們也第一題出這個節目 妳就挑到這一題 這個是在妳剛剛所講的 妳們這些主播所講的 就是在誤解方面 妳知道很多人 誤解可以躺著贏 現在很多人是受委屈的 在工作職場上 或在家庭 或在各方面 民生方面受委屈的 當妳普到這個掛的時候 就是代表說 妳不用解釋 人家慢慢會認可妳 其實妳是對的 還有我們觀眾朋友 有的人是在家中 或在工作職場上 妳有受委屈的 這個代表說 妳現在的誤解 是可以躺著贏的 所以很多事情 其實時間能夠見真章 不需要一定要自己強硬的去解釋 就是讓那時間慢慢淡了 自然就會誤解 會化解掉的 所以我們恭喜妳 來 再來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我們現在的職場 可以結束 來吧 我媽的那個是小黃 你看那個愛愛老師賺的 不用看 謝謝老師 好不容易 觀眾朋友要你選的 這好不容易出道 聽妳知道嗎 觀眾來賓人要選 對 還有觀眾朋友 沒有選過這個 無論出道去我們要恭喜 我們愛老師的觀眾朋友 這個在哪一方面呢 在台語方面去擋著引導 好 我們鍾情 是 對 謝謝老師